疫苗是战胜疫情的利器 我多次强调 要把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当务之急是要在全球范围内 公平合理分配疫苗 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 再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1亿美元基础上 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 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我们必须复苏经济 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 我们要共同推动全球发展 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更加美好的世界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 再次证明 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一害无穷 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每个人都要有它 剧阳 这群有的尺寸 整个人都要有点 有一些塑造 你那么多多